黃之鋒不獲得參選資格彰顯法治精神 有力地打擊了港獨分子的囂張氣炎 評論說黃之鋒曾經到訪美國、德國 勾結各種訪問勢力 不斷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又說黃之鋒賣港賣國的罪行慶祝難輸 其所作所為去對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制度的公然挑戰 強調任何企圖以出賣香港 為個人謀取政治資本的圖謀都不會得逞